我们在殿堂里面共修 早晚课或者是法会 就等于是大家齐聚在殿堂里面 共同修持一门功课 那既然这么多人齐聚一堂 来共修那当然讲求的是什么 和和 那不只是在殿堂里面 大家共同修持 在道场里面也是一样 尤其我们古言士 已经有这么多位的出家法师 共住在这个道场 共修 这就等于是一个什么 当然就是一个实质上的一个僧团了嘛 那僧团里面讲究的是什么 这个都是我们 佛陀制定下来的 僧团的规约 和和为本 所以为什么才会有六和禁 第1个 戒和同修 第2个 利和同军 这两个是最主要的 因为为什么 这两个所代表的就是 一个团体一个生团里面的制度 那如果这个制度大家都能够完全 平等的达到了 那接下来呢 大家 住在这个道场里 修行自然就能够达到怎么样呢 生和同住 口和无争 义和同月 见和同解 好 在这 在这一段时间